顶色修旅车路边停车 动作慢吞吞 试了好几次都失败 往外开始 不小心A到前面的白车 驾驶慌了 油门一催 停到对面车道 哀壮的白车驾驶一回来 气坏了 白色板筋被撞破一个小洞 留下好几道刮痕 透过监视器还发现 老夫妻下车后 对着车子指指点点 没留纸条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癌壮的车子就停在高雄连心路 25日下午擦撞后急的报警 但肇事老夫妻却迟迟没联系车主 事后其实我并没有接到任何电话 这是存缴性心态 就如果我没发现 他们可能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驾驶人坦承 要到车的时候不小心擦撞到 他当下他没有 携带手机跟纸笔 所以没有留下 即使没撞到人 只要擦撞后落跑 就算肇事逃逸 最高可罚3000元 镜头转到高雄热河一街 27日早上也差点发生擦撞 这回两人都没落跑 反而是留在现场大打出手 富人瞬间推倒黄衣女 两人吵翻天 原来事发前 黑衣服骑着电动车 从巷弄骑出来 差点撞到45岁黄衣女 笑得她大喊 这样很危险 不要这样骑车 56岁黑衣服 认为被责备情绪失控 两位年纪相加超过百岁的富人 就在街上打了起来 向骑电动车的女子表示 你突然从巷子出来 会吓到很危险 结果引起骑电动车的女子不满 45岁黄衣女子就因为提醒一句 小心骑车就被打 手脚擦伤 决定验伤后对富人提高伤害 TVBS新闻林一帮水晶 红丧家军高雄报道